大家好,我是Patricia,我是馬哥瑞德國際幼稚園校監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Dephanie 她是計劃懷孕及兒子中心的創白人 我想問Dephanie,媽媽剛生了小孩 有沒有一些活動可以增進她和嬰兒之間的感情? 當然有,剛初生就要跟她更親密 因為餵人奶、換片、照顧的事 小朋友都會記住照顧者 他們在照顧嬰兒的過程 例如幫嬰兒換片 就不要拔掉她的褲子 就幫她立即換片 嬰兒會感覺很奇怪 大人也是,無端端有人脫褲子 其實最好跟嬰兒說 這些都是溝通和教育的機會 跟嬰兒說,嬰兒,媽媽幫你脫褲褲換片 這些說話都會令小朋友的詞彙增加 而第一個學習詞彙的地方 就一定是媽媽 因為媽媽頭六個月都會照顧嬰兒最多 或者埋身餵人奶 也可以跟嬰兒說 嬰兒,我們準備喝奶了 你就要喝多一點 等等的說話 或者可以跟嬰兒聊天 就算嬰兒不會表達 但其實嬰兒一直都在接收 就好像一個收音機 因為嬰兒在六歲之前 她的大腦就好像嬰兒一樣 她不停地吸收所有知識 所以我們給她什麼 就吸收什麼 所以現在疫症緩和了 其實有很多家長 都開始去找一些教育等等 或者課程等等 聽說你們都開始收生了 是的,我們學校有六個月 開始就有Play Group 因為現在疫情都差不多緩和了很多 很多家長都急不及待想出來 我們現在Play Group的話 有很多都已經敷了 我們Waiting list要去到11月 排到11、12月 很厲害 因為事實也是 因為疫症緩和之後 大家都會想讓小朋友上不同課堂 追回之前失去課程 因為我們已經在家裡差不多 過了太久了 接近一年了 所以很多爸爸媽媽都會去找不同的活動 給小朋友去做 是的 很期待你們之後 有更加多的新的課程 更加多的教育 還有我們接下來 18月頭就有個Info Day 如果有興趣的家長可以說